昨天这一关不管我怎么过都过不去 多亏聪明的小伙伴们告诉我 原来是先拉开这个 然后把老鹰放出来 它就会掉下来 被暗器给射中 这样王子就可以来救出白雪了 可是白雪又被老巫婆给抓起来了 我们一定要把它给救出来 先把这个毒苹果放下来 让它融化掉这个豌豆泡 还有这边也把它放下来 这样王子就可以下来了 快看又救出白雪了 天呐 这次又是这两个坏家伙 不过这一关可难不倒我 快看消灭一个 然后再来下一个 嘿 这样威胁就都消除了 王子又可以找到白雪了 这一关就更简单了 我们只需要把老巫婆和王子同时放出来 快看 这个暗器就会射中老巫婆了 啊 天呐 这一次竟然有两个老巫婆 不过没关系 我还是能轻而易举的就把你们给消灭掉 然后我把毒苹果放下来 让它们融化植物泡 这样王子又可以来找白雪了 快看快看 不是吧 这机关越来越复杂了 我要想想 先怎么把它们给消灭掉 先把这个拉开 让它们自相残杀 然后 诶 再把这个拉开 让豌豆泡把这个老巫婆给消灭掉 然后再拉开这个 让毒苹果把豌豆泡消灭掉 最后再拉开这个 把老巫婆和王子放下来 诶 不对 老巫婆怎么没有下来呀 哦 原来是要拉开这个 哇 快看 这样又可以救出白雪了 可是 这一次我又被这个第三十关给担住了 快看呀 这次有两只大鸟 一个老巫婆 我们先把这个拉开 让它们自相残杀 然后再把这个一拉开 再让老巫婆去消灭这只大鸟 可是 接下来 如果我们拉开这个 老巫婆根本就不动呀 那我们再拉开白雪这个 白雪就中了暗器了 这一关到底要怎么过呀 我们再拉开白雪的 我们再拉开白雪的